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第三季度企业财报普遍好于预期 本周美股持续的上涨 倒指再创新高价位 此时投资人该如何解读盘式 而接下来有哪些关盘重点呢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解读点评市场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本周美股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郭先生你好 郭先生主要股指在这周都是接近的历史高点 本周美股有哪些最新的走势值得 投资人特别关注与留意的 虽然供应链紧张 人员等期货价格大幅上涨 通胀压力增加等不利于市场的宏观因素 优债 但公司盈利微观层面的利多消息 主板倒了大盘的走势 市场继续攀升 标普500至上周三的低点反弹 连续输入上涨 导致在周三盘中一度再创新高 整体来看市场宽管度健康 柳交所的腾洛线创了六周的高点 纳斯达克的腾洛线虽然还相对角落 但走势也在改善 腾洛线就是每天上涨股票减去下跌股票 画出来这么一根线 如果大部分股票都上涨 线就向上 说明市场不是由某一个龙头公司带动 而是大部分公司都参与的上涨的一个走势 说明这个市场上涨是健康的 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 截止到节目录制的时间为止 非利用品板块和金融板块 现在是引领近期市场上涨的主力军 好的三季度财报是正式展开了 那么这一季度财报有哪些看点值得投资人留意 另外本季度财报又传出什么样的讯息给投资人 第三季度的财报季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 供应链紧张 成本增加和劳动力短缺 对公司盈利有多大影响 截止到本周四 公司的盈利还是可圈可点的 标普500成分股 已有百家公司公布的财报 盈利同比增加了35% 八成以上的公司的盈利都超出市场的预期 金融类股残暴最强劲 显示美国消费趋势健康 金融板块在盈利利多消息的推动下 创新高 医疗板块近日的也大幅反弹 主要得益于公司的盈利的推动 医疗保险公司 UNH ANTM 医疗产品巨头 ABT和全身盈利均好于预期 但我们还是看到物价上涨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个人和家庭清洁用品制造巨头保洁公司就表示 成本增加给公司利润带来压力 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 半导体设备公司ASML和Land Research的财报不尽能益 也是受到供应链问题的困扰 ASML财务总监表示 公司已经感受到全球供应链 普遍存在问题的影响 而Land Research也是因供应链问题 第三季度财报前瞻指引不及预期 周四的盘后 Intel也调低了下个季度的盈利展望 也是受到供应链紧张的影响 接下来将有更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出财报 供应链紧张 劳动力短缺以及成本上升 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 谢谢郭先生 美国首支Bitcoin的ETF 在本周是正式上市了 这也推升了Bitcoin的价格 是在攀上新钩点 那么这档ETF值得投资人留意关注 或者是进行投资吗 另外您对于现阶段的加密货币市场 又是什么样子的看法 美国首支Bitcoin相关的ETF 与本周二挂牌交易 它是由全球享誉盛名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公司 也就是常说的ETF管理公司 Plosure发行的代号是BITO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该ETF是比特币期货基金 所以它不是直接投资比特币 而是投资比特币的期货 比特币经过几次大量反弹后 已经从今年六月份的28,600美元的最低价 大幅拉升 特别是比特币期货ETF 即将推出的新闻之后 比特币价格继续走高 此比特币ETF也引起投资人的格外关注 上市后需求异常强劲 比特币价格也随之创下了历史高位 达六万七千多美元一枚 加密货币是否值得投资 一直是争议不断 有人极力推崇也不发投资 大幅们质疑其价值 监管机构更是审查严格 但是加密货币作为新兴的资产 成长之快也确实不容忽视 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大投行 纷纷为其客户推出加密货币服务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属于高风险 高回收的资产波动非常之大 而且还有许多税收监管等 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投资人 可能要并不开这类产品 好的回到股市 美股在进入第四季度之后 这个波动放大了 变得震荡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现阶段 您对于投资人的操盘建议与关盘重点又是如何 除了继续关注上面提及的通胀问题 劳工短缺问题以及供应链问题外 接下来的关盘重点 我认为还是公司的财报 特别是下周将有三成以上的标普500公司将公布业绩 而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等重量级公司 密集登场更是市场的焦点 公司对未来的前瞻指引优为重要 因为市场是向前看的 除了公司营利外 利率攀升也值得关注 利率走高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 抑制的消费支出 不利于经济 也不是股市希望看到的 同时利率走高 也使债券资产价格相比于股市资产 更具吸引力 可能会分流部分股市的资金 郭宣表示三季度财报季表现良好 主导大盘持续上涨 从技术线形来看 腾落线的上升显示市场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 至于接下来要专注的还是密集的财报 尤其是多家科技巨头 在下周就要陆续公布彩报了 会成为市场走势的依据 另外加密货币市场 本周因为首支比特币的期货ETF上市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对此郭先生表示 加密货币的快速成长的确不容忽视 但其高风险的特性 也让散户投资人必须要特别的谨慎 他建议风险承受较低的投资人 现在还是不要贸然投资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紧勾投资朋友您做个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